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叛請蔡總統 能夠了解受徵收戶及受拓欠戶的痛苦 並立即停止目前的不難徵收及強制拓欠 好 這是我今天晚上 那其實我之前也已經聯絡過 東東府那邊有人會接這本書 所以我等一下我要走過去 如果你願意 我也歡迎你跟我 我們一起走到東北府 把這本書送到東北府 好不好 那這就是我今天所寫的 希望他能夠了解 也是我寫這本書的最主要的初衷 就了解我們宋正宗戶受拓欠戶的痛苦 然後立即停不難徵收跟強制拓欠 我的送書是今天早上 這是一個突然想到的 對 我突然想到 因為剛好金師堂嘛 離宗中府很近 我很誠實的講 我今天早上才想說 那我們順便把書送過來 其實當中正一分級 很多朋友都已經熟識了 因為我在臉書公布這個消息 他們就打電話來 他們有看到你的臉書 對 他們有看到 這個都是他們 我們的政府 不管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 都很缺乏土地爭議的概念 所以把這個書送給他們 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也希望他們能夠多有 這個土地爭議的一些想法 雖然在選舉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也有提到 土地爭議 社會爭議這樣的一個觀念 結果我發現他們了解的 可能都是還是非常的浮面 非常的形式化 我們今天也課從主變 他們派任何人出來 那我們都接受 那我再把 我都寫了 這不只是我個人的心聲 我想應該也是所有 知就位朋友們 大家共同的心聲 看起蔡英文總統 能夠了解 一定被證書 能受破千戶 讓我們的共同 也希望能夠立即停止 無難的土地徵授 跟強制的貢獻 這次最後由我來屬於 時間 2016年 10月18號 我們就等專員 李專門委員 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其實我們以前 來總統府成行 大概也就是李專門委員 給予我們的協助 從牛力到補 就一直在協助我們 我們 其實非常的感謝 那今天晚上這麼晚 我來 還耽誤你這個休息的時間 讓你過來 其實不好意思 那我只能代表 我們這些位的朋友 因為剛好今天也是 我的幸福的發表會 那剛好也在監視台 我們怎麼講一講 我們就想監視台 把這本書送出來 希望這都 希望他能夠了解 我們所有持久的朋友 還有 他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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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這樣送書這樣的行動 會有期待他們 會有怎麼樣的回應給您這樣嗎 我 不敢有任何期待 這樣子 我們只是做做做 不斷地做做做做 spoke Bush técnico 揭毫 人 不 魯